最後的話呢,我希望再把那個什麼呢 如果我還要按一下歷延七二十的建築之前 可能要先把舊的刪掉 所以我會比較貼心一點的做法 如果我今天希望多寫一個按鈕 叫做刪除資料以外的資料表的話 那我這個背後的程式該怎麼寫 因為這個地方 錄製聚集可能就沒有辦法這麼方便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要自己來寫 至於要怎麼寫,我們待會來看 所以我先demo一下 所以如果假設按一下這個按鈕 刪除資料以外的... 所以喔,我有把剛剛的那個工作表名稱 有換了一個... 有沒有,這邊我重新命名 原來名稱太長了,我把它改成叫資料好了 OK 那意思是說刪除資料 資料指的是這個,以外的工作表 所以它是這樣刪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一個一個把它刪掉的話 那我程式應該怎麼寫比較容易 那我們先demo一下 所以就按下它 自動把那三個刪掉 OK 那...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寫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我... 接下來... 第一個一定要先切到Visual Basic 寫在哪裡比較OK 我把它寫到最下面 因為上面有錄了蠻多Sub啦 其實我剛剛好像... 我發現我的模組裡面有好幾個 所以我乾脆最後把它集中在一起 本來Module 2裡面有程式 我把它剪下來,放在Module 1的下方 把它整理整齊,把這個移除掉 所以如果將來假設你模組很多很混亂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把它放一起好了 然後呢 我就由上到下 那分別就是什麼呢 最早我們練習的像插入年 有沒有 插入區 插入路街道 逐一逐一的往下 按照那個... 我們之前練習的順序 分別把程式往下放 那這樣的話比較好找 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那最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叫 刪除資料以外的工作表的程式的話 那我就把它寫在最下面好了 所以我就寫一個Sub 名稱叫什麼? Sub 然後呢 刪除資料以外的... 這應該是工作表才對 來一下 如果我要寫一個Sub名稱叫什麼? 刪除資料以外的... 這個叫工作表 OK 然後你按Enter之後 它後面End Sub會出現 所以如果我假設... 我再跑一下好了 例年切到折線圖 一個 然後各區比例圖 第二個 入街道前實名資料圖 第三個 好 那如果希望把這三個刪掉的話 那跟各位講 如果你在那個什麼... 在VBA的寫法 一定要記得有個物件叫SHITS 就哪一個工作表 OK SHITS SHITS的話指著工作表 那如果你要刪掉哪一個的話 你只要指定它的... 它有兩個方式啦 第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要刪掉的話 那你... 後面只要加上什麼? 加上點Delete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你如果要刪掉第一個 那就是第一... 你要先告訴它說... 哪一個物件你要刪 我要刪掉... 這個工作表... 編號1 指的是歷年切掉折線圖 後面加一個Delete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刪掉第一個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要刪掉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就是再寫一個... 這個SHITS 然後呢... 8-2 編Delete 它就刪掉第二個 那1實在推 所以喔...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無論ESale裡面 像那個列或工作表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你刪掉1的時候 這個1不見對不對 那2、3、4會怎麼樣呢? 特別是它會往前推進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1刪掉的話 原來的2、3、4 它們就會怎麼樣? 往前 所以原來的... 這個不見了之後對不對 那各區比例圖 它的編號就變成 1、2、3了 所以它就不是2、3、4囉 所以如果你假設說 以為你要刪第二個 是各區比... 很抱歉 它應該就刪掉各區... 這個有沒有 所以...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刪除... 後面的會遞不過來 所以啦 以後建議各位就是說 如果你刪除的話 建議是倒過來刪 你可以先刪第三個 再刪第二個 再刪第一個 應該就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刪1、2、3 那很抱歉 當你刪掉第一格的時候有沒有 它第二格會往前遞補 所以你刪第二格 其實刪掉第三格 當你要刪掉第三格 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乾脆顛倒一下 所以你寫的話可以這樣 序則3、序則2對不對 然後再序則1 可不可以? 其實當然可以啦 不過如果寫這樣感覺好像有點... 比較... 3、2、1好了 序則3、序則2、1 OK 那把它實習好了 我用主行來跑 3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會出現有一個訊息提示 要不要繼續 那當然你一定要刪除 它才會刪掉 第三個OK了 然後再按下一行 它又出現這個了 所以你會覺得很麻煩 怎麼奇怪又跳這一個 然後再刪... 再這個 它又跳出來 刪除是OK啦 只是說比較麻煩 所以假設將來你要刪除任何的工作表之前 你說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要讓它一直跳那個訊息很麻煩 其實是有的 你只要把那個訊息提示關掉就可以了 可是問題要怎麼關 因為那個訊息提示是Excel管理的 Excel這個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Excel裡面呢 要怎麼去管理 要不要提示這件事 你可以點一下 你會發現點它裡面所有的相關的設定 還有功能就跑出來 哇一堆耶 A開始 其中你說老師那哪一個才是設定 其實跟各位講蠻直覺的 要不要顯示的話叫Display 所以你打個D 有沒有 Display嘛 所以DI 你會發現打個DI 其實你會發現其中有一個設定的屬性就出現了 那個跳出的那個東西叫ALANCE ALANCE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它顯示關掉的話 它有一個可以讓你設定的 Display ALANCE 你只要等於什麼 所以你打個等號 它後面會跳出開關 那你要不要關掉 如果你要關掉很簡單 就打個FALSE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開 好 那其實程式就寫完了 就是先不要讓它提示 然後就分別刪掉3 再2 再1 這樣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不過現在底下的工作表又被刪掉了 所以我把它再執行一下 所以分別執行 這三個工作表之後 然後最後的話我把它刪掉一下 那你會發現 剛剛會跳那個警告 就是要不要刪除的 畫面理論上應該就不出現了 看一下 3 剛剛會跳那個嗎 目前不會了 2 1 也不會了 1 也不會了 所以喔 基本上寫這樣就OK了 先把那個 訊息提示關掉 然後分別刪掉3 2 1 這樣就OK了 寫完了 大概是這樣 那不過我發現有些ESALE不會跳那個警告 有些會跳 我不確定 我自己好像沒寫 我記得喔 我好像沒寫的話原因是因為 好像本來是不會警告 但是現在我們這邊的環境會跳 那會跳沒關係 就把它加一下就可以 在這裡 所以如果沒有加的話 就把 啊有有 這邊有加 叫Application Disparate 把它關掉 好 那可是我這邊 你說老師你寫的跟那個 為什麼你雲端放的不一樣 因為其實如果你假設 像這樣的一個3 2 1的話 通常會把它寫成回圈 那回圈的敘述方法就是 你就打一個什麼 4 i 等於 第幾個工作表 第三個工作表 到 第一個工作表 那可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前面大後面小的話 那你記得後面要加個step -1 ok 如果你沒加的話 他不知道你是顛倒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est 那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3 2 1改成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我把拿3來當代表 這邊直接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底下這個就不用了 也就是說啦 如果你要把它寫成回圈的敘述的話 特別注意喔 就是要改成像這樣子 就是 for i 等於3到1 然後step 負1 然後一個一個的3 所以3 他會先第三個 step 負1的話就-1 就是2再1 如果你說老師好像沒有比較簡單 反而這樣比較複雜 跟各位講 如果你數量多的話 那你絕對要寫回圈 比如說你有100個工作表 那你總不可能寫說 去著100點deleteer 去著99點deleteer 那你不要寫100個 那你如果只要寫個回圈 for i 等於100到1 就ok了 好 但是喔 這樣的寫法 那執行應該也ok啦 但是 會有一個比較危險的問題 他可能會不小心把資料給刪掉 所以為了避免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覺得可能要防呆一下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就會寫 可能要檢查一下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當什麼時候一定才能刪 if 當你要刪的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不能是 點name 他的name 不能夠是什麼呢 我這邊叫資料 你不能叫資料 如果是資料你不能給我刪掉 不然的話呢 如果我沒有寫防呆的話 那我是蠻擔心的 他不小心把我資料刪掉 那我就很麻煩了 所以name 你看 才能刪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endif 就是頭尾把它包起來 這樣有點像一個篩選器 如果呢 他的 跟著你講應該是不等於喔 不等於才能刪 等於就不能刪 等於資料的話刪掉那還得了 所以記得喔 當你要刪的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不能夠是資料的情況下 才能夠做刪除喔 這個有點像加個保險 那你不加也沒關係啦 那還蠻危險的 是真的 除非你就很小心 OK 那那個dispress learn 你加外面加裡面其實都沒關係 所以我把這個程式 我看一下 雲端上也有這一個 這個地方 第20頁的地方 有沒有把它放裡面啦 不過 放外面好像比較可以 習慣一點 不然就把它放到外面好了 OK 讓大家看得比較習慣一點 類似像這樣 OK 那他又有個地方不一樣 什麼地方 3 你說老師 那3這個數字呢 如果將來會變動 比如100個的話 那是不是每次都還自己算100個 如果你不想算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序則物件裡面的一個 叫 點count的屬性 它會幫你算完 那怎麼算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序則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點count 看著的話 就是算一下 裡面有幾個 所以回來應該會得到三 目前得到一個 OK 所以如果一個的話 序則 一個到一個 所以如果像這樣的執行會不會出錯 應該是不會出錯 因為它這個名稱是資料 所以它應該會跳過 所以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OK 那今天的話 主要就是把這幾個按鈕完成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很 把之前做的動作都全部串一起了 歷年簽到折線圖 然後各區比例圖 然後再來就入階到前十名 然後最後就是把它刪掉 OK 那應該我改過名稱 所以我把這個再重新指定一下 OK 好 那這樣按一下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 今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把這一題給Ending掉了 所以 後面的話 請各位呢 把那個今天的那個作業部分 延伸就是做成一個整合型的一個 練習 好